几代之地宇山生活长开幕 特别邀请部落的卡吉达安 领导干部及相关单位主人参加 现场分别展出工艺师的陶座材料实验作品 及艺术家带着近70位部落长者绘制完成的绘本 文化材料图字、纪录片等 绘本是特别以母语作为书写主体的口述文字 搭配主语的朗诵 营业自然保育署花脸分属 在2019年以身穿离海艺术创作计划 李山生活营造 启动部落文化材料的盘点跟调查 并在封边乡的基奇、新社、复兴、猫工、港口 和进浦六个部落反弹超过50位老人家 记录至少70种材料的运用方式 透过出版书籍、老幼共创的绘本和纪录片等形式 作为知识返还和对外沟通的媒介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以这样的研究 这样的一个创新能够让得到族人 跟那个地方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境界 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些相关的计划 他已经把身穿离海的所有点点滴滴 甚至我们各部落的一些智慧文化 都一一来去做一个呈现 几代之地与山生活完整呈现了这几年 在封边乡以艺术行动所推动的绿色网络成果 也让一般民众进一步认识花莲分俗 长期在花莲的社区与部落推动 国土生态保育绿色网络建制计划 除了生态服役和保护 生物多样性区地的营造古力外 还包含在封冰箱 透过身穿离海平台的模式 共同探讨原住民族知识发展 和自然环境关系的互惠模式 原始新闻访为了花莲丰宾采访报道